喵 保证单品不过百 蜜桃质感妆容爱 横批 我爱开价 嗨 我是楠楠 今天视频的主题是如何用我不超过100元的彩妆爱用单品 完成有质感的蜜桃乌龙妆 所有的单品我会标明价格 以及每一部产品累加的总价格 因为画的是完整全装 所以新手姐妹可以筛选部分自己需要的产品 会更加的省钱哦 每一样的话都是我的评价 哎呦我快看下去吧 OK好我们现在开始 我现在是已经保肤上完防晒的一个状态 底妆之前呢我先进行遮瑕 Tavina 虽然呢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牌子 这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尝试了一下意外的还觉得挺好用 我那盘Mac已经铁皮了 并且买不到 因为它停产了 其实NAS也很好用 但是NAS不是有很多个吗 然后就没有这么一盘方便 所以呢我就在寻找一些评价的替代品 你们看一下我脸上的这个死亡痘痘 这一个痘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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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至ABC三点球三点组成的阴影面积 嘎嘎 我首先呢会用这一个粉色来遮一下我的黑眼圈 这盘还挺薄挺润 就特别好推开 我拿这两颜色进去调和 然后遮一下我的痘痘 边缘给它再会按一下 然后就不要管它了 因为我们都还要上粉底的 大致颜色给它这掉 然后这里 太酷了 因为你知道我上一周去打OPT了 OPT的它是那种打完你第二天就感觉皮肤很好 但是呢最好的效果应该是呈现一到两周之后 就是我现在这个时候 所以我就开始爆一些毒浓痘 因为它是把你抹相当于疏痛的毛孔的嘛 然后呢我会用一个这样的一个提亮色 这是一个light的颜色 来提亮一下法令纹 这应该就是叫鼻唇沟 我们家的人天生这边就不是很发达 就是不是膨起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了一下我弟 然后我就发现 不是因为我老了 家族遗传 跟我没有一口关系 好然后拿这个浅色来提亮一下我们的太阳穴 哒哒哒哒哒哒 还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教学啊 虽然今天画一个我日常非常喜欢的一个 最常画的一个妆容 现在呢目前底妆前的遮瑕就完成了 今天要用到的一个品价粉底呢 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国外的牌子 瑞尼的色号是010 很适合我冷白皮的一个肤色 我其实有它这一瓶红色还有瓶蓝色的 但这个呢我觉得妆效我会更加喜欢一些 这个也是我最近觉得平价粉底里面 表现能力还不错的 就是遮瑕度 然后持久力 包括妆面的细腻的感觉 都是性价比很高的一款 我们把它粘的薄一点 拿一个巨大的段子 你可以看一下它成见出来这种光泽度 很好看 我喜欢重新再叠加一点 因为我最近就是两颊 泛红啊有点厉害 一定要少量多次上的粉底 那你出来的这个效果是 丢下能力又好 然后装效又自然 这个蛋我真的很喜欢 但是我忘记是个什么牌子了 看一下这边 肤色不均 看一下这边 洁白无瑕 你带我电话 喂 哦哦哦好的好的你等一下啊 我的难以差到了 我的座内来了 我的精神食粮工作动力 生活的快乐圆圈 飘飘一切 超好 我超满意对这个粉底 然后我会再把我的这个痘痘再遮一遍 非常不巧 每次都在涨痘 我特别想查一下这个遮瑕盘价格 哦 然后59吗 然后这个颜色也很好用 这是一个修容色 然后一般来说我会拿它先打一下鼻翼这边的一个阴影 做一个打底 它也提到一点点那个遮瑕的效果 就不会不自然 也不会卡粉 因为我今天想我要画的一个妆 其实是一个眉骨很高的一个妆 所以呢 我会对这边的一个轮廓会格外的去修饰一下 应该是一个效果 眉弓这边提高 因为我觉得眉眼开阔好像整个人会显得很大气点 因为我不是那种五官非常的浓的一个人 所以如果说眉眼间距凑在一起的话 可能会显得有点笨 所以我觉得我想要画的开阔一点 教你们一招反正就这样遮一下 定中呢 拿出我们的评价之中的战斗机 的单分拳手 发洛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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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用的是微珠光透明色 抖一抖 太细了 你们看这种薄如青烟 鼻子一定要定妆 否则我出门就是分分钟脱妆 然后我眼下这边会压一下 因为这样子的话 肋沟沟不怎么明显 脸周 你知道吗 因为我助理他是新疆的嘛 然后就是会有新疆话的口音 就是我跟他谈个人平时讲话 很搞笑 他会把我带跑偏 我是那种特别特别容易被人家带跑偏的人 因为我大学室友是东北人 带的是一股东北味的一个普通话 就太跑偏了我这个人太容易 好现在就是一个定完妆的状态 我两颊是不定的 就是不怎么会定 因为我想要保留这个粉底 本身比较好看的一个光泽感 这粉底真的还不错 因为我其实这两天脸上这边是有一点点小过敏的 一颗一颗的 但是哦 太上去之后没有把我的颗粒放大 所以我推荐所有的是混油皮 就是或者是混干 两颊比较干的姐妹 这两颊 尽量不要定妆 因为你知道偏干的人 他是不太可能这边两颊出油 然后脱妆嘛 我两颊真的脱妆比较少的 所以我一般都是T区 两个小时 哇 没有粉底了 但这个还好 因为我这个妆面 昨天晚上我已经画过一遍 我试过一遍妆了 所以呢 就是它这个坚持了很长的时间 在室内 我终于可以明正言深地推荐给大家一些 评价的粉底 因为最近真的找到一些很好用的 还有红地球也很好用 很适合我 但是呢 我今天先重新它 眉笔用到的是我这支 最近最爱的花洛丽娅 Floverity 今天想画的眉毛是那种 眉头比较粗 然后眉尾很细 就是一个比较精致感 很有个性的眉毛 就跟我平时画的粗眉不太一样 眉尾会起得比较高一点 重要的就是眉尾这边的感觉 然后这个眉毛 不要有太过明显的棱角 要让它感觉有种圆无不形 远看其实可以看出 明显跟我平时的一个发动的区别 然后就是我把眉头都开阔了 今天的眉头也会跟我的眼头一样高 因为一般我会再画过来一点点 就会显得五官更紧凑嘛 今天的话不 就是要给你们带来一些日常妆 中间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你们仿妆看多了 你们知道吗 就是有挑战性的造型看多了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我的日常妆 下面的眼影呢 就是这个花洛丽娅的四色眼影 这个我之前在某一期的爱用物能推荐过 然后它的颜色是这样的 为珠光的一个显棕色 然后一个偏棕的南瓜色 最爱的很谈戏的一个珠光色 还有就是这种大亮片 这个大亮片呢 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日常妆里面不佳 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挺好看 这个应该是40到45块左右 然后先沾这个珠光色来 眼皮颇一颗色 这款超级适合日常 我真令人想 就是你新手 不太能掌握到我们眼窝的 这个铺色的一个范围的话 我觉得这个颜色你怎么涂 它都会好看 然后会不显肿 会有一些深邃的效果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大地色 因为我今天的眼睛 眉眼这边比较开 比较飞嘛 所以的话我下眼睛 一定要一定要画到 我都显得脸长 接下来呢我会用这个颜色 来加深一下 我的双眼皮的折线 画的位置啊 就是到眼球这一侧 到这个位置 今天的整个的想法 是会比较飞一点 就有一点点往上的一个趋势 啊鼻子上这个痘真的太违和了 漂亮 这样 这样 然后呢我们用手上一下珠光 这个珠光 太美了 太美了 Normorm beautiful 我把前面和后面的颜色这样子 我才能这边加一点 然后我想在这个眼睛这边也加一点 这个颜色 接到一个开眼头的一个效果 你的睫毛膏 39元这样 39元 怎么上海感觉有台风啊 怎么风这么大 下睫毛呢要竖起来刷啊 我现在的眼睛已经非常的有神了 今天的妆呢 就是我最近很常画的一个猫眼线的一个妆容 所以呢今天用到的是完美日记的一个眼线膏 02号珠光棕 摘一点这个膏体 就其实是一把眉刷 但也可以做眼线刷 我们把我的装起来 我们把它拉出去 我现在眼线的话用了这支UNI的 我跟你讲UNI的眼线品的你一定要盖笔头 你不盖笔头它的笔头那边会干 也就是你每次画的时候 你都要把它弄断 就是把它上面那些干掉的要刮掉 我们把电话剧眼镜画一下 我现在目前眼妆这样 我准备贴一个不知名品牌的一个假睫毛 因为我把包装都拆了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好爱小猫眼 太好看了 然后今天我准备戴美瞳了 因为我平时基本上都是不出现任何美瞳的样子 我今天想要试一下 很多人都会说他之前关注我 就是因为我化妆从来不戴美瞳嘛 但是呢就是今天想戴一下 就是给你们看一下戴美瞳和不戴美瞳的时候 这个妆效是怎么样的 今天的话用到的这个是BBIA的一个妆容粉 色号是08 43元 这块已经感觉快给我刷铁皮了 看到吗就是有铁盘的这个形状了已经 鼻翼两侧 抓一下我的全公 画好之后呢我就会再加一点这个颜色 点在自己的卧蚕这边 好可爱哦 小范围啊在刷眼皮折斗内眼中这边 然后再调整一下我的额头 现在我要化一下我的腮红 这块腮红是一个韩国特别小众的一个牌子 现在国内我估计也还没有很多人知道 就是叫Milk Touch 然后它的外包装是一个牛奶盒子 虽然我已经认掉了 很可爱 它是一个这样的颜色 我用的这个应该是一个杏桃色 这是我觉得特别特别韩系的一个腮红 然后它很上色 所以就是不用考虑说 我怎么刷了很多遍 刷不出韩网那些硬死的博主 它们那些颜色 我给你们看哦 这个很神奇 今天呢想刷在眼下这块区域 超好看 我醉了 巨少女 而且它最好的一点就是它很隐形毛孔 它不会说会刷花眼的底妆 反而这边会有一个很雾面的感觉 这三个颜色我all in 刷一点在自己的鼻头下巴 刷一点在自己的额头两侧 耳垂 然后先上唇膏再涂高光了 今天准备的这些评价产品 真的是我精挑细选出来 我觉得可以完成一个非常好看的妆面的 OK那下一支的话 德仙的糖果唇釉 这支应该认识我的姐妹们 肯定知道我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给大家推荐过 这个是09号色 Peanut 它是一个花生的颜色 巨好看 涂这样的唇釉哦 我给你们讲一定要准备一支棉签 棉签不要钱吧 然后我给你们讲 眼线在这边 好一道 抿一下棉签满唇中 让自然的一个晕染效果 然后你再叠加一层 因为我今天把所有的眼妆什么眉毛都画得很飞嘛 都会拉长我面中的一个长度 所以呢 我的嘴唇必须要把人中画短 去缩短我面中的长度 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就是我要把我的嘴唇 上唇都要涂出来 没有关系 就拿棉签 慢慢的这样子晕染 出来就好了 我喜欢在这边 在这边 再加上一支 三支的一个唇釉就可以涂出这样的一个 便便唇的一个效果 你可以画一个微笑唇 你再把自己的人妆画得明显一点 这边 画成一个圆形 最后我们现在要开始上我们的高光 高光的话用的是利曼的这个高光 它应该是Vinci Beauty的那个 那个Diamond的那个瓶替 叫One of luck 一般就喜欢直接 像在我们的鼻头 我们最想让它翘的地方 你们可以看出来 因为我今天这个走势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下面的下半把 这张脸的所有走势 也是往上翘的 去尽量跟我的脸靠拢 如果说你的五官画得太分散的话 会显得脸很大而且很长 所以这个既然往上提了 所以我们的鼻尖 还有我们的唇尖 唇峰也要往上提 明白吗 加一点的肌肌哥 再加美股 这个 额头 高光半发 高光的唇尔摔在我们这个地方 这边是我们打的一个山红码 这样印染一下 然后呢在我这边 鼻尖这里加一个枝 让我模糊一下 再加上一点 然后我现在去带个美肚 给你们看衣服 阳光好自演 我可吓了 那今天的评价彩妆打造蜜桃质感妆容的教程呢 就到这里咯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记得跟我多多互动哦 我爱你们 拜拜